第一行也有四周十十九二十一集 不就是自助世政的求主 这是我们所同意,并且是更正地 世纪会声自知地 声就助得他利明 他也助到生利明 声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在道也成 声就是爱 助得爱利明地 就是助得他利明 生也做到他理明 这样 爱到我们理明的意乡床 我们就可以到 身旁的直子 淡江报告 因为他如何 我们到思想也如何 爱你没有苦怕 爱去乡床 就把苦怕得可 因为苦怕你含着情话 苦怕在人 爱你不得乡床 我们爱 因为生世爱我们 人只说我爱生 即兴他在地下 就是说皇位的 不爱他所同意的地下 就不能爱莫无同意的地下 爱生地也等爱地下 这是我们重新所小的命令 祝内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祝内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圣经说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爱是什么 它是基督教信仰中最核心的本质 没有爱基督教就是空洞的 就是明的罗想的伯一般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用了整篇的篇幅来描绘 爱的图画 图像 爱是什么 爱是不喜欢不义 爱是喜欢真理 爱是凡事忍耐 爱是凡事包容 爱是凡事相信 爱是永不止息 就唯独没有谈到爱里没有记怕 就能回顾过去 约翰一看见的就是上帝将他自己的独生子吃给我们 约翰所谈的就是上帝将一家的独生子的十本能 永恒的主 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 他离开父 而进入人的状况 这是一种突破 这是在爱里面的突破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突破 因为保罗说了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举起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只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纯心顺服于自一世 且死在十字架上 永恒的主 起了人的形象 不是尊贵的 是奴仆的形象 不是尊贵的 就是奴仆的形象 他不仅成了人 他成了犹太人 他不仅死 他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整个过程 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在神学上叫他为道空之旨 就是永恒的道 放下了自己 起了奴仆的形象 而走向十字架 是一个令人 赞含的道路 因为他不仅仅是肉身上的痛苦 全身的重量 要落在那三根的铁钉上 肉身的撕裂所带来的痛是无法形容的 也是精神和心灵上的煎熬 也是精神和心灵上的煎熬 所以耶稣曾经对门徒说 所以耶稣正经对门徒 他在科西马尼人的祈祷 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一个人痛苦到一个程度 几乎要死 他又向父神祷告说 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耶稣作为一个人 耶稣作为一个人 他曾经看过人被钉死日假的过程 他了解被钉死日假的痛苦 作为一个人 他对这死亡 这种恐惧的死亡 有一几分的害怕 他对这种强谷和死亡有几分的害怕 所以他说 若可能请你把这杯挪去 可是作为一个绝对顺服上帝的人 他说 父啊 不要照我的意思 是照你的意思 这是耶稣基督 面对死日假的过程 这种恐惧 却被克胜了 因为在爱里面 神爱世人 所以独生自来了 神爱世人 所以他被钉死日假 是因为爱 战胜了恐惧 所以在爱里面 战胜恐惧 耶稣基督 成了我们 效法的典范 后来保罗 为福音受尽了苦难 可是他却这么说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 战胜的心 丈夫突然间意外身亡 看看刚刚落地 呱呱落地的小孩 她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 可是他看看这个孩子 他的爱发出来了 他咬紧牙根 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这孩子带起来 面对冰淋破产的丈夫 妻子对她说 即便破产也不要害怕 我会和你一同熬过 这就是在爱里 没有惧怕的血罩 上帝对世人的爱 所以他的独生子 克服了一切的恐惧 所以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 在爱里不害怕 敌人的惊吓 并且忠心 站稳 我们对福音的信仰的立策 并且东西的乞业 能对福音信仰的立场 传扬福音 完成使命 昨天在线上 有一个人对我说 我跟香港的朋友传福音 他跟我说 他说不要说了 他说现在香港人 都很多变成好像不敢听福音 也不想听福音 或者充满着共产思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你传吗 你的同事笑你 你坐吗 想想耶稣基督留下的榜样 我们是可以克胜 你怎么克胜呢 你一定要回到上帝里面 因为15和16节很清楚地说 我们住在神里面 就是住在祂的爱里面 而住在神的爱里面 就没有惧怕 他就可以克胜惧怕的力量 住在神里面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神为中心 专心地依靠神的意思 当我依靠我自己 看看我的能力 看看我的经济 看看我的智慧 看看我的背景 我都不敢做了 可是我看见基督 我把我的焦点放在他的身上 我就不再恐惧 我还是要跟他传福音 我还是要活出信仰 我还是要持守真理 我一定不跟他去玩女人 我还是很认真的过我的生活 我不怕他欺笑我 因为我依靠神 那小孩 有一个人在欺负他 这小孩很害怕 就在他害怕的时候 他看见眼处 有爸爸的影子 爸爸往他这个方向走来 他突然间 对那人说 你敢打我吗 他变成很大胆 他就变得很大胆 原来 原来 爸爸就走到他前面了 那人看看他爸爸就走了 他大胆 不是因为他胆量大 是因为他爸爸给他的胆量 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神里面 不害怕魔鬼的控告 不怕一切的试探 也不怕害灾难 罗马书第八章33到39节说 我们以神的爱是不能分开的 是刀剑吗 是患难吗 是高处的吗 是低处的吗 是天使吗 是知证的吗 是接证的吗 是这一切能使我以神隔绝吗 断乎不是 断乎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在基督里面 我不再害怕 因为基督的爱充满我 因为基督的爱充满 就像当年大卫 就像当年大卫 他依靠神 一一九星 对着比他高大太多的歌力 一个圣经百战的歌力 前面是一个矮小的大卫 一个牧羊人 牧羊人怎么跟军人打仗 可是大卫却对他说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童脊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君之耶和华的名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 我必杀你 斩你的头 使普天下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有神 又使众人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圣败权在乎耶和华 因为这种圣败创造乎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 这种凯旋的歌曲 有一个弱小的大卫唱出来 因为他依靠神 因为他将整个心放在神里面 这就是克服惧怕的秘诀 这就是乞口旧怕的秘诀 我害怕 我害怕钱不够用 我害怕 我害怕我老了 我害怕我老了 我会病 我害怕 我害怕 如果我死又死不了 我告诉你 你有101个可以害怕的 可是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不再害怕 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Amen 接下来 第17节说 爱成全了立法 成全了立法 就是完成立法的要求 所以在审判之日 可以坦然无惧 我害怕 因为立法会控告我 我去偷人家的东西 立法说不可以偷盗 所以 我一定会面对审判 我就害怕 可是爱成全了立法 但是爱成全了立法 他完成了立法的精神 立法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维持公义 或者是公正 立法要求人 对神要敬迁 什么叫做敬迁呢 就是神该得的 你要给他 他该得的尊荣 你要尊荣他 他该得的荣耀 你要荣耀他 他该配得的崇拜 要崇拜他 你不可以崇拜偶像 你不可以把荣耀归在你自己的身上 那是不敬迁 给非神的 给假神的 神的荣耀 是不敬迁 是犯了立法 是犯了属灵的淫乱 又是犯了属灵的淫乱 立法要求人对人要公平 他所当得的要归给他 不可以抢夺他所拥有的 给他三千块的工资 奖好了 到时不可以给两千八 这是不公平的 有人把佣人的薪金 扣留起来 他走的时候都没有全数归还 这是犯立法的罪 因为上帝到时会 变本加厉的要求你给他 不要去侵犯立法 立法要求人对人要公平 不可犯罪 然而 没有一个人完全的遵守立法 十条诫命里头 你都遵守了吗 十条诫命里都能够遵守吗 绝对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 结果 遭人立法 带来的审判 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些 不谦不义的人身上 不谦就是对神 不义就是对人 神要审判他们 反正立法以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立法受审判 换句话说 立法带来的是审判 立法使人与神隔离了 立法使人与人隔离了 立法使人与人隔离了 因为我们是罪人 因为他们是罪证 我是自以为义的法律塞人 我就不以那一些所谓的罪人 一起吃饭 这是自以 亲爱的弟兄姐 立法要定这一些人的罪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遵守立法 你和我 可能全然遵守立法 有病床保的众小律 十条诫命里面 第一条 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 第二条 在我以外不可以制造偶像 来敬拜 来敬敬拜 第三 你要不可忘称耶和华的名 不可以忘称耶和华的名 第四 你要守安息日 我们遵守了吗 能有没有忠孝 显然没有 好多人礼拜天都不做礼拜 有正常能礼拜即到礼拜 好多人动不动就发誓 有正常能懂不懂就是华士 很多人心中有偶像 有正常能善来有偶像 我们都在犯立法的罪 对人我们也犯了 对人也犯了 我对父母亲孝顺吗 我会不会对白宝称孝顺 我们真的从来没有贪心过别人的东西吗 所以耶稣知道你做不到 所以耶稣就把立法的精神带出来 所以耶稣就把立法的精神带出来 用爱的精神去完成立法 所以耶稣就把立法总结了两条 所以耶稣就把立法总结了两条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生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立法和先知中 一切道理的总纲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爱上帝 你一定不会在他之外拜其他的神 你如果爱上帝 你一定不会拜偶像 你一定会守安息日 你一定不会忘成他的名 如果你爱你的爸爸妈妈 你一定会孝顺他 如果你爱人 你一定不会杀他 如果你爱他 那你一定不会偷他的丈夫 不会偷他的妻子 如果你爱他 你一定不会在背后破坏他的名义 如果你爱他 你一定不会拿他所拥有的任何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 耶稣用爱完成了立法一切的要求 所以在原文 使他得以完全 或原文所谓的成全 就成全了立法的要求 耶稣在十日价上的爱 承担立法对罪的咒诅 他成全了立法的要求 凡犯罪的都是被咒诅的 凡是凡罪的都是被咒诅的 结果我们的罪落在耶稣的身上 被咒诅了 我们得释放了 结果就将神与人 人与人之间的爱连结起来 中东的战争是罪恶 是罪恶 很多无辜的小孩和妇女 莫名其妙的被诈尸 有真罪无辜的农家和资女 人都被诈尸 俄乌战争是罪恶 俄乌的诈尸也是罪恶 让这一些无辜的百姓死在战场上 邪恶 可是最近在以色列有一个诗班 最近在以色列有一个诗班 是由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组合起来的诗班 是这些以色列能够巴勒斯坦的组合起来的诗班 他们唱出了爱的诗歌 在爱里面我们是合一的 不分别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 这就是立法 企图要做的 可是立法做不大 立法是带来审判 耶稣做了 耶稣完成了立法 将两下合而为意 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当咒诅被撤销了 人咒诅被撤销 审判被解除了 我们就不需要活在恐惧中 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你安心 可是你不可以反过来说 不惧怕的就是在爱里面 因为有一些人心恶 胆大包天 所以他不惧怕 但是他没有爱 毫无爱心可言 有一些人不惧怕 可能是处于无知 并不是处于爱 对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若使神的爱的人 在约翰一书里头说 他是行在光明中的人 他没有恐惧 因为光已经将黑暗 凄处出去 因为光已经将黑暗 凄处出 就不再惧怕 他也不惧怕受惧化 因为他行在光中 他问心无愧 他可以向神交代 他也不怕人揭穿他 因为他没有良心上的不安 他光明磊落 不仅如此 在爱里面 也能够带来安心 自己安心 别人也安心 这些引起战争的人 心里不会安心 他们会怕被敌人打死 他们出门会怕被谋杀 因为他们行在黑暗中 因为他们行在光明中 就安心没有惧怕 有人说最亲密的人 是最危险的人 因为那些亲密的人 不是处于爱 我并不是因为爱而和你亲密 不是处于爱就够了亲密 有丈夫被调去公干 有丈夫被调去公干 一起半年 那一天一出去 妻子就坐立不安 晚上也睡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丈夫是一个很花心的人 因为丈夫是一个非常花心的 所以这个没有行在光明中的丈夫 给他带来的是恐惧 所以这些没有行到光明当的丈夫 可以自己的气质来恐怖 相反的 真正的爱是给对方带来安心 所以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最后 约翰提醒读者 别将爱只停留在你的嘴边 而是落实在具体的生活的形态 不要老师对你老婆说我爱你 从来没有带她去买衣服 不要老师对你老婆说我爱你 从来没有带她去买衣服 不要对你的丈夫说我顺服你 却天天骂你的丈夫 真正的爱 是表达在具体的行动上 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会克服一切的恐惧 你会表达你对他的关怀 最近美国闹得热烘烘的 因为美国很多的大学生出来示威 出来抗议 制作帐篷 因为美国有正常的大学生出来 要怕抗议 他们一大部分的人 并不是反以色列人 大部分的人并不是反对人 他们也不是支持恐怖主义 他们也不是支持恐怖主义 他们是要表达 战争要停止了 不可以再杀无辜的百姓 他们特别纪念其中一个六岁的孩子被杀死 这是残酷的 不是所有的巴勒斯坦人 都是恐怖主义者 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纳坦纳亚胡 不是所有的自己的认识人 都是 纳坦纳亚胡 以色列的总理 都是自己的认识的总理 他是残酷的 神会审判他 不要拒绝以色列人 不要拒绝巴勒斯坦人 也不要拒绝巴勒斯坦人 我们要战争停息 我们要和好 这才是圣经的立场 他们这样出来示威 可能会被开除 他们是勇敢的年轻人 我们今天很多人讲的自己很伟大 一点爱心的表现都没有 但是这点爱心的表现都没有 一边跟你说不要打仗 一边送武器给你 这边给你不要收太了 这边散步去的 为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默默地祈祷 给我们谦卑的心 安静的灵 被上帝的爱所充满 让我们会关爱身边的人 除去我们心中的仇恨和不满 我们是亚当的后裔 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新造的人 求祂充满我们 求祂来充满我们 求祂改变我们 求祂改变我们 也改变这个世界 也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默默地祈祷 我们默默地祈祷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的话语 是我们脚前的灯 生命的光 让我们知道走怎么样的路 行怎样的道 好让我们走在光明中 毫无惧怕 活出你美好真实的形象 成为一个踏踏实实的真的人 成为这个踏踏实实的真的人 有爱心的人 有爱心的人 顶天立地的人 顶天立地的人 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求祂听我们的祷告 放主耶稣基督的名 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